最有次就是在这种地方 这种环境我在这看 然后是周深 你好 在我耳边 你好 吓得没了 肯定吓得了 沈月过来看 你看嘛 你好 吓得没 我口 我个俩 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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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我 我口 我喊我 彩晓隔 rico 周深微指数连续9天破译 是今年第24次破译了 而且还在持续破季度中 实在是厉害了 周深舞台很出圈 舞台视频被广泛传播 搜索周深的人也很多 周深的人气就像这天气 很热 周深的舞台短短数十天 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 周深太神了 神机舞台极限形成 辛苦周深了 在参与完《湾区声明乐》电影音乐晚会之后 周深接受了专访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周深谈到了自己参与的晚会感受 当然周深还谈到了与其他人接触之后 自己认知层面的一些转变 周深的文化素养很高 主持人询问周深的时候 他不光能对答如流 他还能把自己想要传递的观点 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 真的很佩服他 周深说 在得知要演唱粤语歌曲的时候 自己还是比较紧张的 周深虽然之前就曾演唱过粤语作品 但是在接触新的粤语歌曲时 还是会有压力 在练习阶段 周深不光会自己琢磨 他也会各种请教朋友 事实证明 周深的付出是有回报的 很多会说粤语的观众 都给予了周深舞台很高的评价 周深真的很热爱舞台 所以他愿意静下心来思考 如何更好的诠释歌曲 以及如何打造更为优质的舞台 从这个角度来说 周深真的是很多人的楷模 再去唱的时候 你压力就会非常大 因为所有跟应该说 最顶的规格已经放在那里 但后面又觉得还好了 因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王妃 就是感觉也不用 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就可以用自己的理解 和自己对大湾区的喜欢 和对所有自己喜欢的 城市的喜欢 去唱到这首歌里去 我觉得就好 我觉得我这两年 我听到最惊喜的话 或者是最意外的话 就是可能像基基老师 就之前我们录节目 他会跟我说 我相当有很多朋友 很喜欢听你唱歌 我想怎么可能 我说基基老师也太客气了吧 这样表扬我 那后面有陆陆续续 有听到香港的其他朋友 有说都听过我唱歌 很喜欢听我唱歌 我觉得是很震惊的事情 因为我更多的机会 可能是在内地去唱歌 或者是内地的舞台唱歌 然后如果真的是 这么幸运的话 有机会能够来到香港 或者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朋友们 跟大家去唱歌的话 我很荣幸和很开心 所以希望自己继续加油吧 可以用更好的一个歌手周深 去站在大家面前 去用音乐去表达 对大家的喜欢和感情 谢谢大家 多谢雷迪啊 是这样说吗 我们的歌手周深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在得知有很多朋友喜欢自己之后 周深的表现不是得意 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应该继续努力 打造更多优质的作品 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大家的这份喜爱 周深已经确认加盟在澳门举办的音乐盛典 对于这件事情 观众还是很开心的 有人担心过于忙碌的行程 可能会耽误周深第二张专辑的发布 我觉得大家不用有这方面的过滤 在我看来 周深一直是一个心里有数的人 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周深一直在默默地努力着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都相信一件事情 那就是周深一定会交出一张 让大家满意的答卷 你汽车的样子 你直面的样子 你做饭的样子 你等我的样子 歌词忘了 我的浅浅里面后面我也是用了 这首歌的前面第一句歌词 但是旋律是我们自己在录录棚里面 是变响的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专期听听 好想听卡布唱 梦吟梅 这个我好像在一个节目里面唱过吧 然后也是要给大家 都唱几句 大家要求真的很多 一个是冷远仙旁 一个是美与无相 一个是水中原 一个是金银中花 好 回答完毕 好 回答完毕 如果有一点